仗的你们人多是不是 吓不死我 我错了 干什么硬气不硬气 像不像个爷们我错了 怎么了 都是爷都是爷 这就退票 这就要退票 干台上撂台上了吗 你看 退去呀 退去呀 又不是第一回来 受票口在那是吧 退票口在安抚汉是吧 当于彭碰碰到现场有观众退票 临场反应相当不错 对于遇到观众这样现场起哄的行为 很多年轻演员碰到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但曹云菁和金飞的舞台 就遇到了这样尴尬场面 退票 特因时的退票口居然也被曹云菁碰到了 但是几个人根本没人能接得住 除此之外 台下还有人大喊郭德纲的名字 谁是郭德纲 曹云菁仍然表现得手足无措 也许会有网友说 这些砸场子的人都是老郭派来的 按说曹云菁作为郭德纲曾经的徒弟 之前也开过很多自己的巷舍专场 面对现场突发情况 不应该出现接不上话茬的情况 这让他十分难堪 于是有网友认为 曹云菁之所以接不上话 确实是很久没有线下进行过演出 对于杂卦确实比较陌生 再加上这个又是关于德云社的 所以他没办法直接回答 如果和郭云鹏说的一样 肯定要要被大家吐槽没有心意 自己又临时想不起来包袱 只能尴尬地站在台上 这样看来 曹云菁临场发挥 根本不如郭云鹏的表现 俗话说得好 结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郭云鹏的多年努力 踏实好学 注定了他的成功 只不过曹云菁的离开 加速了他的腾飞而已 而郭云菁的控场和临场应变能力 也是曹云菁无法匹敌的存在 现在更适合说台词式相声 小爷爷却能将亲和力 发挥的淋漓尽致 与观众融为一体 可以说 如今的郭云鹏 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已经超越曹云菁 更是可以脱离德云社的加持 面对两人的控场能力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原评论 郭云鹏对徒弟有多上心 你怎么来了 说现在可红了是吗 此时郭云鹏非常诧异 为何刘晓婷也出现在这里 原本属于郭云鹏的镜头 于是他嘀咕一句 是师父叫过来的 明白人都知道 这是郭云鹏的用心良苦 只是为了让刘晓婷 多一些上镜的镜头 所以有时候老国会 故意打去这对师徒 看个右边这块 慢慢的吓我一跳 刘晓婷 你慢慢的 刘晓婷我跟你说 不要抢镜头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 能上顿云团宗有多么不容易 就连很多云子壳徒弟 都没上镜机会 而刘晓婷能出现在其中 少不了郭云鹏的帮助 甚至徒弟在节目中被欺负时 他还会出面解围 你说你这叫侮辱人 知道吗 这是我们俩徒弟 怎么了 再给你二十 你老狗吗 这是什么你 别看他平时在舞台上 嘻嘻哈哈的 但如果有人欺负自己的徒弟 他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就算是自己的亲搭档 也不能说徒弟一个不字 你教徒弟是不是没打疫苗啊 什么玩意儿 你哪那么多废话 我这孩子混到现在容易吗 我试试打疫 你老急什么 怎么了 干什么 不解如此 一次在刘晓婷表达了 想起春晚后台的想法 没想到2023年 云鹏为徒弟实现愿望 在只能带一个助理 进去的情况下 云鹏直接选择刘晓婷 自从说了徒弟后 云鹏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把徒弟带在身边 只要有能介绍的机会 他一定会向观众拼命安利 其实刘晓婷 还有这个上小菊 刘晓婷呢 他优秀在 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长得很帅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这两个徒弟 云鹏是捧在手上 疼在心里 即便两个孩子没在跟前 小燕对他们的称赞 也毫不保留 徒弟他们现在确实很优秀 刚才在台上也提到了他们 他们现在粉丝也多 然后到了 他到了一定的阶段 然后可能还需要 需要鞭策一下吧 他时刻挂念着徒弟们 也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曝光度 所以说云鹏鹏徒弟不多 他却把宠坏了 毕竟就算郭德纲再喜欢云鹏鹏 当年上春晚时 也没有把宠徒带在身边 可以说云鹏鹏这个师父当的 真是操碎了心 不过有这样暖心的师父 何其有幸 能做他的徒弟就偷着乐吧 对斯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郭麒麟说郭德纲对自己不好 于谦当时就哭了 我拿您当我亲爸爸一样 那是 应该是这种关系 是不是 真的啊 我有什么话都告诉您 你说 我爸爸对我不好 谦的爱陆戏实在太快 这一神鹏 又暗戳战了老郭的便宜 俗话说 师从父子 于谦虽认了不少干儿子 不过其中还是属郭麒麟最为特殊 既是干儿子 又是亲徒弟 感情甚至比老郭还深 与郭德纲的打压式教育不同 对于郭麒麟 亲儿大爷提起来 就是一顿赞美之词 大林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 而且聪明 而且比较自乐 这个孩子本身好 也知道 自己夸不算啥 还要拉着亲儿嫂一起夸 我觉得这个孩子属于特别正的 他身上有很多正能量 而且呢 我有时候接触到圈里人啊 或者朋友啊什么 聊起来他都会说 哎呀大林这孩子真好 我听到这些我特别骄傲 在参加综艺时 其他人基本都是选择给父母写信 可只有郭麒麟把这封带有感情的信 写给了师父于谦 得利于门之下 我知姓意 我当时刻牢记先生教会 谨言善行 不知道老郭看到后 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 于是网友认为 幸好有于谦这个干爹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谦大爷 如今的郭麒麟 会变成什么样子 甚至在他最需要关心的时候 郭德纲都是缺席状态 反倒是于谦承担了不少父亲的责任 如今靠自己勇闯娱乐圈的郭麒麟 不管红到什么程度 始终不改的 却是他的谦虚和通透 有些人能看出 郭麒麟这些特质有于谦的影子 反倒是和有说必报 敢说敢做的郭德纲一点也不像 从这也能看出 谦大爷对大林的影响有多深 而他如今勇闯娱乐圈 可能也是于谦在背后出的主意 在郭麒麟身边 只有于谦是真正为他着想的 同时也是真的心疼这个孩子 这次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